在学生们可爱的表演中 花莲狗猫跃动园区 在花莲县长徐甄卫和农委会副主委黄金城 等与会来宾的共同主持下 14日上午正式接牌启用 花莲县狗猫跃动园区过程启用 让爱有的家 下一站幸福 耗置1.64亿元的园区 占地0.88公顷 可收容330只狗狗和20只猫咪 总楼地板面积达1300平 未来就是花莲毛孩们暂时居住的幸福原地 吉安的这个动物收容所已经非常非常老化 而且这个国产署也希望那块土地 能够另外再运用 所以我们一出来在这里 周边还有五公顷的花莲县政府的地 所以未来还有二期 甚至会有三期的展开 我相信是一个全台独一无二 而且会让人想要进来亲近 以及我们更推广保护生命 以及领养而不是个不购买 也不弃养 我想这个问题是全国很重要的一个进步的发展方向 再一次感谢农委会的支持 也谢谢我们学校的孩子们都可以来看看 这未来是一个我们推广尊重生命的地方 希望花莲县101个小学 我们都可以来看看 这个猫狗跃动园区真的很新颖 而且很吸引人 更希望孩子们带着爸爸妈妈来这里领养我们的这个 那个犬猫 让我们的猫猫在这个中途之家以外 还有幸福的下一站 园区外观有如度假饭店 而内部城色更是简洁优雅 而花莲高农花莲海洋公园 也和县府一起签订合作备忘录 未来将透过互相合作模式 进行宠物行为训练 及生命教育课程 让与会的农委会副主委是大为称赞 那今天花莲县的这一个启用典礼 我想在接下来才真正开始 就是真正开始就是要运作的 运作的一个开始 那这个运作的话呢 除了领养以外就是照顾 那花莲县的话 应该也是一样 有这一个需要蛮大的一个空间 来容纳这些就是流浪动物 那这个看起来位置非常适当 而且盖得非常完整 所以未来的话呢 我们期待这一个启用典礼 过了以后呢 能够正式进入运转 而且运转会非常顺利 园区的空间规划 处处可见巧思 3D纸钓的狗猫摆设 既环保又可爱 而整个动线规划 让来到这里的民众 能在舒适的环境中 和毛小孩们互动 也能提高认养率 让毛小孩能够迈向 下一站的幸福 因为它长短脚 人家不要的 然后我就把它带回家 照顾它 整个环境都还不错 然后都设施感觉 好像都蛮完善的 园区不仅收容毛小孩 也兼具生态教育功能 而花莲狗猫耀动园区的位置 在凤林镇 从花莲市出发一路南下 通过受风与凤林交界的 新丰平大桥后 往兆丰农场入园区方向执行 再沿着指标 就能来到毛小孩 暂时居住的幸福家园 花莲不仅献民幸福有感 如今也能让毛小孩 透过领养 与民众一起耀动生命 丰富精彩人生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